也都逐步的在往这个实现的这个路途上面靠近 像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部阿诺主演的这个 这个魔鬼总动员这部片 里面有一个片段的场景 可能也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实现哦 一起看看 好 我们要讲的这个可能实现的场景呢 就是刚刚电影的片段里面的这个运奖大哥呢 变成是一个机器人 这个可不是天方夜谭已经开始在实验 马上呢 可能就要成功 但只是我想说如果真的成功了 现在满街的运奖大哥应该会抗议吧 对 这个但是有一些好处啦 有好处啊 比如说名人带小姐带小三去开房间 就没人知道 就没人看到 对 因为只有个机器人吧 你怎么想的这么清楚啊 对不对 然后有个机器人 那机器人谁控制的 电脑控制的啊 对不对 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那么现在Google啊 Google它之前就在开发无人车 现在呢 更进步要开发一个 所谓的无人计程车队 这个就非常特殊了 真的就是像电影一样计程车 没有错 然后当然为什么要无人开 无人驾驶的计程车队呢 你想想看 现在军用的这个侦察机 都是无人的嘛 甚至于还可以加飞弹 对不对 既然连飞机都可以无人 那么为什么车子不能无人呢 那之前Google就在开发了 所谓的无人驾驶的自动车辆 那那个idea就是想说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 如果不会开车的话 那车子会自己帮你开 又有电脑 那OK嘛 现在不是有些车辆号称说 有些女孩子她怕这个 等于说路边停车 倒车路过很麻烦 一个不小心还会撞到别人 对不对 别人的车子 所以呢你按一下以后 它不是自动把你录进去吗 对啊 不过这个设备不要随便用 真的啊 为什么 有时候电脑稍微有一个出错 就你听到了不是进去 是听到蹦的一声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啊 所以电脑的东西 都有它的不确定性 所以Google不断地研花 那不断地研花 从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车辆 现在就是干脆把它弄成计程车队 那么还是为了所谓节能省担爱地球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它的想法是 如果计程车队都是无人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要花那么多钱 去买车子啦 就不用每个人为了要开一辆车子 对不对 为了要出门 然后就买一辆车子啊 大家都不用买车子 那么车 那道路上的那个车子就会变少 我们只要这个拦那个叫车 或是拦那个无人车队 这样就好了 那进来了以后呢 由机器人电脑帮你驾驶 看你要去哪里 而且他认为说 因为它是电脑 电脑这个等于说自动驾驶的 它旁边矽口链灯 所有的反应比人好 我们人可能为了疏忽 对不对 看左边就往右边有人 不知道撞上去 电脑不会啊 电脑可是电脑会当机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是很多的 这个智慧型的进口车到台湾 后来很多东西都必须关掉 很多功能 其中有个功能就是类似说 太靠近你的时候呢 会发出嗶嗶嗶嗶什么样 就后来发现在台湾 每天都在嗶嗶嗶 停在那边一直逼啊 对所以你整辆车全部 你只要在台湾的马路上 你就逼逼逼逼到底这样子 最后是要被迫把它给关掉 因为它很好用 可能问题在台湾不好用 所以呢希望 Google它希望用这个东西 这个计程车队的概念 让大家以后少买车 然后呢出来的以后 都有这么多的无人驾驶的 这个自动计程车队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做这个 所谓以后这个东西也变成 所谓的公共捷运运输的一环了 它真正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 对目的是这样 目的都是好的 就让大家看看呢 是不是呢什么时候 在不远的未来呢 就可以实现 MING PAO